10号下午 2023深圳渔业招商大会现场 举行了深圳国际金枪渔交易中心接派一事 据悉 深圳国际金枪渔交易中心 是基于互联网加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 以打造全球高端水产品交易 结算定价中心 提供跨境贸易 期限结合 供应链金融 仓储物流 第三方结算等服务 逐步构建一个 以金枪渔为代表的 高端水产质量体系 建设多方共享共赢的 第三方跨境供应链生态圈 金枪渔属于深海渔中 共有八类 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 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 体重最大可达到600多公斤 有丰富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但难以捕捉养殖成本高 在餐饮市场上 以日式料理的刺身最为常见 虽然价格较贵 但以深圳为例 据业内统计 日本料理店面数量 年均增长率 约30% 2018年9月 深圳引发 关于永当海洋强国兼兵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 决定及实施方案 提出 积极争取建设金枪渔教育中心 打造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2021年12月 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复 同意建设深圳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深圳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 2022至2025年规划明确 到2025年 深圳渔业经济总产值将达到98亿元 远洋捕捞量6万吨 现代渔业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共设6个产业集聚区 其中 以大产湾三期填海区为空间载体的国际金枪渔交易中心 是深圳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国家级示范工程 将促进以金枪渔为代表的高端水产品交易 消费物流和集散 引导国家高端优质水产品向粤港澳大湾区转移 逐步扩大消费市场 形成区域价格指数 打造全球中高端水产品交易体验区 接下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前海分院副院长 可持续发展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 胡院长您好 深圳国际金枪渔交易中心正式接牌 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整个起到一个汇聚资源的作用 包括金枪渔在内的一个 终端的水产品的一个资源的汇聚 就吸引大量的这种高端的蛋白质资源回运 第二个活跃市场 把一些买手卖手能够集中起来 在这儿竞价机制形成一定的价格 第三个提高这种产业链的质量 通过这种市场的建设 把日料店还有销售店 还有整个的市场供给 这些产品体系纳入到认证体系里 因为整个金枪渔交易市场 还有海产品交易市场 它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纳入到这个认证体系里 提高质量 今天深圳国际金枪渔交易中心接牌 并正式开通运营线上交易系统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要推进呢 从全球来看 整个交易体系都是终端启动的 需求创造供给 这是一个规律 而且我们是孕育了十多年了 就十几年前 06年 我们就开始建立远洋游业基地建设 就给金枪渔船队补贴 来提高这种回运量 目的就是提高金枪渔供给的稳定程度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 还有一个市场培育的问题 整个市场还处于培育期 因为从全国来看呢 也就是破万吨 但是你从这个日本来看 它销售量已经是八九十万吨每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不单是一个物流的问题 供应链的问题 认证体系的问题 还有一个品牌建设 运营模式的问题 是一个软硬件结合起来的一个中心和定价体系 那么全球高端优质水产品价格指数有哪些 深圳要形成区域价格指数 您认为还需要怎么发力呢 因为纳斯达克三文鱼价格指数呢 它是挪威已经推出来很长时间之后 才形成的这样一个指数 现在是全球三文鱼的一个价格的依据 而且从金枪渔来说呢 也有全球的定价体系 金刚清水市它是金枪于上岸的地方 参考的是清水价格 再有就是罐头类的参考的是曼谷价格 我们深圳的也就是几千吨 这么一个量要形成这个价格指数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从这种经营方面来说 运营商来说呢 还有很多运营人才 运营团队需要导入 量上面你上不去 形成价格指数的这个难度就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一切以实践为标准 你能不能把交易量做上来为标准 上来了之后 你的价格指数自然就形成了 对于交易中心未来的建设发展 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第一个呢 就是通过渔博会 更好地拓展我们的整个渔业的品牌 实际上我们很早就是远远渔业城市了 我们坚强于捕捞量 十年前就是广东省的半壁江山 现在更多了 召开渔博会 持组性优购于会展赛的产业链的打造 来把这种依次产业 放大到产业链上 这么来拓展我们城市的品牌 来培育消费 来拓展市场 第二呢 就是利用国际市场的优势 来引进成熟的运营团队 第三个呢 就是通过这种认证体系 通过我们引导 来培育市场 来提高市场的供给的质量 比如日料店啊 鱼生啊 全过程的监管啊 可持续发展啊 日本还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 走出去看一看 就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我们要承认 敢于承认短板 才能补上短板 谢谢大家